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阿菜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美國的加州 LA 今天我要來帶大家看一個 非常非常特別的東西 基本上在台灣可以看到很多 很帥的跑車 但是在台灣好像沒有辦法看到這一種車 這種車叫做 RV Recreational Vehicle 那它是用來幹嘛的呢 就是用來 旅行的 甚至喔 有很多人住在上面 我們現在趕快一起去看一下吧 好了 我們現在呢 要準備進在車子裡面 這台車子很大 首先 它有一個小階梯 然後你可以踩上去 我要上去囉 好 我們現在從這個小樓梯上面 上面 小樓梯上來 然後我們現在上來之後呢 登登 首先來到這應該是 副駕駛座吧 感覺很像那種就是什麼 巴士的那種豪華座椅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可以放下來的 然後最酷的地方就是 登登 這邊是駕駛座 就是通常你看到美國電影 爸爸會開車出遊的那種 然後晚上碰到譬如說 殺人魔 這邊有一個小電視 然後這個小電視應該是給你看 就是譬如說有沒有人在後面 在倒車的時候讓你看的 然後可以放音樂啊 就跟一般的車子一樣 反正你們去旅行的時候 你們要在途中休息 外面還可以把那種遮陽的弄出來啊 有的車子比較豪華的 可能還有游泳池 台灣可能不夠大 所以呢 沒有這種車子 各位觀眾你們要去哪裡 我帶你們去 OK 然後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就是客廳的部分啦 登登 這台車並不是那種很豪華很豪華 算是不錯的 但不是很豪華的 這個餐廳很特別 就是你可以把它變成床 我現在就來把它變成床給大家看 然後呢 好像是把這兩個放上去吧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把床單鋪在上面 就變成一個床了 好棒喔 可以在上面睡覺 然後另外一邊也可以 這邊有一個按鈕 一按下去 它就會把它伸出來 馬上變成另外一張床 哇 就可以在上面滾來滾去了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的櫃子 可以讓你放東西 根本就是那一個家 就是 可以跟著你走的家 走到哪裡 住到哪裡 好棒喔 再來我們要 那個kitchen的部分啊 這邊有冰箱 然後你可以 到一台 就是微波爐 然後這邊呢 你把它打開 就是那種煮飯的 炒飯也是很可以的 這是真的可以用的喔 然後它好像有蔥油煙機在 在下面吧 蔥油煙機在下面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看不看到 蔥油煙機在這邊 那你就有什麼盤子啊 煎盤啊之類的 那種有顏色的杯子 叫做party cup 美國大學開party的時候都用它 來各位 這就是我們的廚房 有沒有覺得好棒棒呢 喔我的天 OMG 豪華廁所啦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就是鏡子 然後洗手台 我跟你講雖然它是一台車 可是該少的 或許比很多人住在台灣一般房子裡面都還要豪華了 然後一樣這裡面是可以打開的 馬桶 再來就是洗澡的地方 雖然它沒有 它沒辦法泡澡 泡澡的話可能要另外一種 感覺這個是已經比香港一般房子裡面還大的感覺了 然後洗澡也就是在這邊 好然後慢慢的現在我們要來到 主臥室的部分 這是主臥室的衣櫥 主臥室除了有衣櫥以外 還有全身鏡 喔我的天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身材嗎 算了 看不清楚 然後還有一台電視 然後這邊是你的床 還有電風扇 這電風扇可以用嗎 我們試試看 欸可以耶 好啦各位觀眾 現在要給你們看一個地方喔 你們看到這邊有一個按鈕嗎 嘿嘿 每次看到 你們小時候會不會看到什麼按鈕都很想按 像我就是看到什麼按鈕都很想按它 喔有沒有看到 整個主臥室就出來了啦 唉唷這麼方便 還可以在這邊照鏡子 還可以走進來 然後想說我今天要穿什麼呢 我們趕快打開喔 我怎麼這麼多棉被 他往裡面說是因為在路上的時候要比較好活動 然後這裡面 這個車子裡面是有暖氣的 所以基本上 春夏秋秋冬都很適合使用 有沒有很心動 有沒有很想買 嘿嘿 好所以剛剛這是給你們看到的 廚房以及客廳的樣子 然後我現在也要把它變大給你們看 By pressing this bottom 往外 extended 好請看 Transformer就是很舒服 有沒有很像 好現在這個冰箱開始往後縮了 然後前面呢 整個縮掉喔 我們現在把我們現在跑到這邊來看一下 哇 哇賽我還沒有把它整個移過去喔 你看冰箱整個縮進去之後 好寬敞喔 這客廳 這客廳 這客廳都可以跳舞了吧 有沒有突然變得超級超級寬敞的 好想要有一台喔 在台灣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車的高度跟一般的 在美國看到那種卡車其實高度是一樣的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就是跟開那個是一樣的 然後呢很多人會問說 那這樣子你需不需要再考另外一個駕照 然後這邊答案是 不用 一般的駕照就可以了 你只要好好練習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也可以開啦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租RV的喔 來到美國啊 如果想要road trip的話 就想要開車去旅行 你們也可以考慮去 就是租像這一類的旅行車 然後它的價錢差不多在 看你的車子的大小 還有你要看你跑多遠 然後再來一個晚上 差不多你可以算小一點點的 差不多100塊左右美金 應該就有了 那大一點點的我就不太清楚 你們可以上網查查看 好啦這種車呢 在美國就叫做RV 露營車的意思 你可以叫它Camper 在美國這種車呢 不能說是蠻常看到 不過其實也算是OK的 通常你看到可能都比較小一點點 那這種是比較大型的 算是中豪華感覺的 露營車吧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 然後把小鈴鐺打開 這樣才能第一時間 收到我上片的消息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謝謝你們大家 我們下次見囉